這邊是剛來瑞布的客人 這邊是來瑞布一陣子的客人 先來講一下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差異啦 大家歡迎來收看瑞布的新節目 自己取一個叫說我哪裡不一樣 現在我們看到我的右手邊左手邊 其實都是同一台車 都是Alde A5 45 TSSI 那我右手邊這一台就是一台全新的原廠車 它準備要來貼新流皮 剛好就是今天遇到了另外一台 經過瑞布淬電之後的車子 好那我們先講一下他們之間哪裡不一樣 首先這台車是一個S-Line 所以它其實這裡有選配一些旅圈啊 一些套件都是S-Line套件 不過就是原廠的樣子也很帥了 那今天車主就是有點不滿足 我們講一下到底哪裡不同 那像我們這邊手當其衝的 臉就不一樣了 這張臉 RS5的原廠樣式的寶感 下面再追加一個 Maxton S5樣式的下巴 再來就是這裡的靈魂 這是RS5的暈黑雷射頭燈 它比雷射頭燈再貴一點 就是因為它整組是暈黑的 這不是貼膜喔 但是原廠就暈黑 所以你就會看到它的日行燈 顆粒分明啊 當然它還會附帶一個動態展演 這到時候影片會附上給大家 再來有一個畫龍點睛的地方 葉子板 我們RS5的話它會有一個爆龜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進氣孔 那這邊 我們沒有爆龜 我們用貼的 它這邊就是空的 沒有這個東西 就是整個臉不一樣的地方 大概長這樣子 那我們往後 從鞋子就不一樣了 它蓋了一個 RS的那個 VM FC-01的限量框 那當然這個框看起來比較 鏤空一點 所以裡面很空 所以它改一個380的大碟盤 然後後面是配350的 那這顆卡鉗就是我們 R8的這個八活賽卡鉗 那也是直接上到上面去了 然後我們這邊有改一個 後照鏡 這是碳纖維的後照鏡殼 然後一直到測裙 RS5的測裙 它跟原廠測裙的差異就是 它多了一塊鋼琴烤漆的飾板 對外來說是比較去攻擊性的 它比較寬一點再低一點 這是RS5測裙的部分 然後我們直接往後帶 這個呢 屁股我們改了什麼 S5的四出尾四後保桿 改了後保桿之後 再加了尾四的四出 這邊就是原廠的樣子 然後它兩邊的差異性 還有一個壓尾 一樣畫龍點睛的地方 後葉子板 有一個進氣孔 當然它沒有爆龜 所以這是用貼的 那就是整體 兩者不同的地方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樣的感覺 你們喜不喜歡 ół找任務 鋼琴上 о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